最近的股市啊 真的是受到已經政治面的影響之外呢 還有戰爭 這個整個基本面就算再好 其實對於股市來講 都缺乏了一個推升的動能 因為包含像是 升息市場上面的資金 本來就比較少了 再加上呢 這個最近的消息是 美國跟英國宣布說 要來制裁俄羅斯的石油進口 也就是接下來 油價有沒有機會衝上300美元一桶呢 這個是大家非常擔心的 高油價時代其實不只是會影響到你我 也會影響到市場上面這個通膨 因為我們知道 最新公佈的這個通膨率呢 又是連續7個月超過2%的通膨警戒線了 那央行的總裁楊金龍 他是說目前來說的話 還沒有停滯性的通膨 但是如果這個戰事持續開打下去啊 不管是黃豆 玉米 小麥 還是相關的原物料 不斷的往上漲 這個對國內的通膨壓力絕對是有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 美國還有俄羅斯 他們真的是 彼此互相的制裁之外 也要全世界幫他們來陪葬 這樣子的經濟狀況嗎 我們看現在的爆量下跌呢 都沒有要試圖要拉起來的味道 所以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所以從稻窮指數來看的話 它持續的向下跌 而且是爆量看起來呢 這短線上 還沒有止跌 也還有持續探底的一個可能性 那你如果從技術指標去看的話 不論是KD KD指標本來要向上翻揚了 結果呢變成反怪 變成向下死亡交叉 那MACD 我之前也教過大家 MACD零軸之上叫做多 零軸之下叫做空 也就是說零軸是一個多空分界線 就是在那個 有沒有 綠色的柱狀底跟紅色的柱狀底 中間那一條線就是所謂的零軸 我稱他叫做多空分界線 MACD也頓到了一個多空分界線之下 就是比較偏空投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看稻窮指數看起來 還是比較偏空一點點 那短線上來講呢 我覺得大家觀察的重點 如果你要從技術指標 不要去看戰爭或通膨的因素的話 短線上來講 至少要三天沒有再破底 這才有止跌的一個訊號 那我再看到布倫特原油的話 你會發現 布倫特原油持續的一直向上漲 那天上影線也沒用 上影線結果還是持續的向上 也就是說看起來 後續還是會持續向上漲的機率 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經濟的循環到底是什麼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說 大家如果搞懂經濟循環的話 就知道現在是大概在哪一個位置 那其實從過去來講到現在 全球股市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漲勢都是一樣的 就當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央行政府就會做什麼事情 就會做一件事情做放錢 降低利率 不管是降低利率或者財政偵測 把資金釋放到實體經濟上去 帶動實體經濟 就是向上 所以經濟就會持續的不斷的成長 那經濟好起來之後 因為市場上錢很多 錢很多的話 那物價就跟著就是繼續向上漲 那物價向上漲呢 就會產生什麼通貨膨脹 那通貨膨脹就是大概像現在的狀況 如果發生通貨膨脹的話 大家想看 這個時候如果發生通貨膨脹 股價往下跌 央行想要救 可是又有通貨膨脹 他如果想要救股市 他又要把錢放出去 他把錢放出去的話 市場上的錢是不是越來越多 那大家去想 可能大家不是很懂的話 大家想想看 物以稀為貴對不對 如果錢越多 錢就越 不值錢 這樣講了解吧 所以如果央行把錢放出來 一直放的話 他會加劇物價向上漲 為什麼 因為錢放了很多 錢就不值錢 錢不值錢 東西就會變得比較 貴 這樣子了解意思嗎 所以他為了要控制物價的話 他把錢收回來 物以稀為貴 這樣大家懂了吧 把錢收回來 市場上的資金是不是變少了 市場上資金變少的話 錢是不是會變比較值錢 那錢比較變值錢的話 就可以用比較少的錢 可以去換 換一些比較多的貨對不對 所以現在央行就是面臨到兩難 就是說他想要救你股市 但是物價在上漲 他沒有辦法持續的放錢 現在是有這種狀況 那為什麼會向下跌呢 因為大家想想看 如果說 央行在一個緊縮資金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要錢 大家如果說很多人都是用借錢的 把錢投入股市 因為降低利率 降低利率把借錢 用借錢的方式投入股市之後呢 你可能有很多貸款要繳 當你 當你這些貸款 這些就是利息 你有點還不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想幹嘛 賣股票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才跟大家 畫的圖是慢慢緩步的向上漲 那我們再隔一個禮拜看下一張圖 你就知道有明顯的不一樣哦 對不對 你看一下第13張圖 怎麼剛才的走勢不見了 其實是同一張圖 只是因為漲太多了 之前的上漲都被縮小到非常小 讓你看不出來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從2萬6000漲到現在快要 快要10萬 對不對 是漲是漲快要3倍 所以你會發現之前的漲是好像 對現在來講 就是好像就是好像完全沒有漲一樣 所以呢 滅價是漲了快要3倍 所以你看一下這一波原物料是漲的多狂 那原物料漲那麼狂 到底 我會說 哎現在狀況跟過去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會想說這一波下跌 也許有些人會跟你講說 哎有可能是 就是大家會想一下2020年那時候 新冠肺炎的嘛 對不對 大跌之後會大漲 對不對 可是其實狀況是不一樣的 有什麼狀況不一樣 我覺得最大狀況不一樣就是 新冠肺炎之前 其實原物料都是在低檔的 相對的低檔的 那真的新冠肺炎危機一開始以後呢 而且那時候已經升息升到一個階段了 也就是說 有一定的利率可以降息就是 所以你會發現 那個時候只要新冠肺炎一開始 然後股市持續下跌 持續下跌之後呢 那FED就說什麼 他要開始什麼降息嘛對不對 降息降一次不夠 還降兩次降兩次不夠 降到第三次降到趨近於零 降到趨近於零 他還跟你講說要QE QE完了以後還在跌 他跟你講說什麼 我要給你QE 然後無限的 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兩年前而已嘛 這是比較近的 那你會發現這一波在下跌 你不要覺得 美股好像沒有跌很深 其實美股已經跌蠻深了 算是跌蠻多 但是FED有沒有說哎我要 就是不升息 來支持經濟 沒有嘛 沒有 他就說 有可能是本來是說要升兩碼 要變成要升一碼 對不對 那真的要升多少 到底是升兩碼還是升一碼 其實還是要到下禮拜3月15號才知道嗎 大家覺得買台積電是長期投資 還是短期操作 應該是長期吧 是 對啊 那既然是長期的話 那我想也不用那麼急躁 對啊 時間還很長 人生還很長 那既然是長期 對投資的 投資的人生也很長 對 好不好 好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做長期的話 大家不用太急躁 慢慢買就好了 真的很想買 就看你的資金嘛 你有一百萬買個五萬零股仙好不好 就受不了就先買一點 那等到不跌再來買 每次不跌你就再買就好了 我覺得也不用太急躁了 那講到這邊可能大家都覺得 老師 我覺得好像人生沒希望 好不好 好像都要走空了 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第七張圖好不好 好 這張圖我很喜歡 這張圖 是我最愛的一張圖 就是從1900年到2004年 是 美國的走勢 來 這麼長 這其實我以前在交涉大的時候 我也常常用這張圖 我為什麼喜歡這張圖 因為這張圖 你會發現這中間發生好多次 很恐慌 很可怕的事件 雖然都有造成股票的下跌 但是股票最後最後還是走哪裡了 往右上方走 對 沒錯 所以短線上呢 也許會有一些震盪 你看一下過去來講 不只是戰爭 也有什麼原子彈四暴 美國總統遇刺 甘乃迪遇刺都有了 對不對 那只是震盪 震盪之後 你看一下股市長線來看 還是偏多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不要喪失信心 只是不同的階段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也就是說 以現在來講 現在經濟狀況跟過去也不太一樣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人會買什麼 買基金 那既然大家會買基金的話 你想想看 不管你是買被動式基金 還是主動式基金 以被動式基金來講 跌下來會有很多人去買0050 對不對 那買了0050的話 你買了0050 0050的操盤子就被迫要買什麼 被迫要買股票 對不對 買一買 所以說盤面上還是會有買盤的 今天早上一開盤 漲最多還是鋼鐵 還是航運 我們可以看到中鋼的部分 我們要看到中鋼的部分 如果你看中鋼 中鋼的話 你要看鋼鐵的趨勢 我覺得你要看的就是中鋼 中鋼如果能持續向上的話 我覺得 鋼鐵的相關的類股 都還蠻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那你要怎麼判斷呢 你會發現 哎 我們台股是不是不管怎麼跌 你會發現 他還是維持在右上角偏高點 而且呢 你看一下我幫大家畫這個 跳空缺口有沒有被跌破 有跌破一下馬上就拉起來了 對不對 那那個跳空缺口的高點 大概在37.5 所以中鋼只要沒有跌破37.5 你可以不要買中鋼 那但是呢 這 中鋼代表說鋼鐵類股的一個 整個市場的一個信心 如果你想要做比較標的話 因為中鋼他股本比較大啦 比較難就是 每天漲停板 或每天大漲 這是比較難的 但是你要操作鋼鐵類股 你就必須要看中鋼 中鋼只要沒有跌破這個缺口的話 其實鋼鐵類股都還是相對偏強勢的 那你如果要操作的話呢 我覺得最近盤面上有一檔比較強的 就是新鋼 2032的新鋼 新鋼鐵類股呢 我覺得走勢算是比較強勢一點點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持續的一路向上漲 昨天雖然出現了一個 爆量向下沙 但是你會發現今天沒有持續的破底 是維持在32.5%附近震盪 那他如果震盪能收在這一根黑棒的 相對高點附近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還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不用太過於悲觀 在這檔股票上面 那另外之前也跟大家講說 有一檔叫做大成鋼 他基本面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基本面比較好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他就是持續還是在50塊 到55的之間的區間震盪 那今天呢 因為最近大盤的關係 他有開始就是有點下跌 所以我們要觀察就是 50塊這個整肅關卡有沒有支撐 如果50塊這整肅關卡呢 哎沒有支撐 那你就先不要不要再去做他了 那50塊這整肅關卡 如果說這幾天都能有撐住 也許又是另外一個進場的機會 那另外呢 我們航運類股當然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貨櫃三雄 貨櫃三雄裡頭 我覺得短線上來講 最重要是長榮 長榮雖然說昨天你會發現 我不是有剛跟大家講嗎 你現在要去做 與其你去做那個低低的 很低的搭架 你去進場撐便宜的 通常短線上來講 會越來越便宜 你看一下相對高點的長榮 反而呢 還是有收一個比較長的 下影線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剛才的 台積電有沒有收長下影線 沒有 昨天就是紮紮實實的往下跌 對不對 到今天 那跳空缺口 往下的跳空缺少 都還沒有要填補 只有在挑戰一下 昨天的相對的高點而已 你看一下 那今天我們相對看一下 今天的長榮的部分 今天長榮雖然說 你會跟我講說 老是長榮表現也沒很好 但是你如果 你會看形態的話 你會發現 這形態是有點像是 誠心形態 什麼叫誠心形態 因為這是今天發生的事情 我沒有特別準備 誠心形態的一個樣態 誠心形態的樣態 最主要樣態就是 他往下跌之後呢 跳空往下跌 呈現一個十字星的狀況之後 隔天馬上跳空向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兩個跳空 一個跳空向下 一個跳空向上 那就代表說短線上來講 這個十字星的這個 這個價位呢是有明顯的支撐 那而且跳回來 又剛好又是在150塊的整肅關卡 這幾天下跌都帶量 下跌都帶量 還能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那不就是我剛跟大家講的 爆量不跌嗎 那爆量不跌的話 他後續就蠻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覺得傳融 他基本面真的也很棒啊 他有公佈2月營收是不是 我剛今天早上因為太趕了 我有看到他公佈2月營收 應該是2月的營收 是有再創歷史的次高 比1月差一點 但是 2月的營收 2月工作天數是不是很少 對 2月工作天數很少 他還能創歷史次高 算是非常棒棒了 因為1月工作天數比較多 2月工作天數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盤面上 鋼鐵跟航運類股 還是蠻值得大家去觀察的 那另外融運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啊 那個 那個什麼 長榮跟長榮航的部分 其實都蠻值得大家去做追蹤的 因為他們最近有股權的問題 就是大房的 大兒子跟兒子好像有在搶經營權 那有搶經營權的話 就有一個題材在發酵 有題材在發酵的話 就有機會向上漲 因為在籌碼的關係 那再看基本面 其實長榮表現也非常好 那長榮航又有國際旅遊的題材 對不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說這兩檔股票呢 你又覺得 兩個你都不知道怎麼抉擇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榮運 榮運的話 他也是蠻強的 榮運的話 他手上有很多的長榮跟長榮航 他手上長榮 長榮航的話 等於就是說 長榮 長榮航漲價他都收賄 所以你就不用選擇 你乾脆就是 買榮運 榮運他本身是做那個機場的 運輸車接送 還有那個空櫃去出租的 那所以未來 如果說國際旅遊的題材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榮運 也蠻有機會持續向上的 所以又符合我剛跟大家講的 你會發現 你買低的股票 很容易都越來越低 對不對 你看一下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去看 台積電是不是持續向跌 但你現在去看一下2607 今天的股價 2607今天的股價的話 是不是好像又準備要創新高了 有沒有看到2607 有沒有 收盤價是不是又準備 好像要再創新高了 那這是大盤的問題 他如果說大盤沒有那麼差的話 我相信他早就已經創新高了 1605的花心 因為他是在台灣來講 少數有孽的生產產線的一家公司 他也是一個龍頭 那你會發現 昨天這一根大黑棒 是有點反轉向下的味道 那我覺得大家 尤其是這檔股票 以我過去跟他交手的經驗 不是交手 其實過去看觀察他很久 對 觀察他很久的經驗 他的漲勢不會是那種大標形的 他是會慢慢向上漲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操作這檔股票 你也不要去受限於什麼 啊業價大漲 大漲了快3倍 那最受惠的就是華欣 那我要趕快進場去買 我覺得不需要持有這種的心態 因為有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年有沒有做過 就是原物料相關的類股 你會發現有的時候你看對 原物料的漲勢 結果呢 你買的股票都不會漲啊 真的 就好像這一檔嘛 比如說華欣嘛 那理論上 孽價大漲了快要3倍 那你去看華欣的消息的話 他現在也不報價了 因為呢 因為漲太多了 他想要報更高的價格爆出去啊 對啊 那可是你看這樣子 這麼大的利多之下華欣也沒漲 而且還出了這麼長一根 在空中的一個 反轉的訊號就是一根黑棒 帶大量 吃掉了三四根的紅棒子 那這有點反轉的味道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看著 涅價去做這檔股票的話 一樣還是先不要漲 因為如果涅價 理論上如果漲兩三倍的話 如果真的同漲的話 華欣應該至少也漲個兩三根漲停板吧 但是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 投資這種股票不要急躁 那我剛剛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你會發現你有些時候啊 看對原物料的行情啊 但是做錯股票 那在這種時刻呢 我反而建議大家 乾脆什麼 乾脆直接一點 做原物料相關的ETF 這樣大家了解嗎 對 比如說00715啊 我們的第九張投影片 第九張投影片00715 他是原油的ETF 那 我覺得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投資ETF啊 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只買股票了 那我覺得 其實ETF跟投資股票 其實 買賣的方式是一樣的 對啊 一樣的買賣方式 一樣的交易所 一樣的下單平台就可以買 只是代號不一樣而已啊 你看他 以我們現在這張圖 假設他是25塊的話 那他也是 一個單位1000張 1000股的意思啊 對不對 那25塊是2萬5啊 你一張就是2萬5 10張就是 10張就是25萬嘛 對不對 那漲一塊就是看你怎麼算 就是跟股票完全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需要太排斥 這樣子的商品 尤其是 我記得 好像幾年前有負油價 你有印象吧 就是負油價的時候 負油價的時候有搞掉 搞掉一檔那個ETF兩倍的 元大兩倍的 元大石油兩倍就是下市 因為沒有人想到有負油價的事件 那所以現在大家看到油價相關的ETF 可能會有點擔心有點害怕 但是我覺得你要想想看 現在盤面上留下來的原油相關的ETF 都經過了負原油的協議 對不對 負原油都出現了 他也沒爆掉 所以相對來講就是比較安全的ETF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你會發現 你看 油價持續向上漲 這檔做原油的 ETF他就一定會漲 而且短線上來講 他曾經一天就漲了2-30% 所以呢 你與其你看 大家不是就很想要找那種漲停板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沒有漲停板 一天就有三根漲停板夠不夠 我覺得是蠻夠的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的話真的 應該說ETF 也是蠻值得大家持續注意的 尤其是 戰爭持續 剛剛也跟大家講的那個新聞 就是美國禁止 使用俄羅斯的天然氣跟原油 那歐洲也要慢慢減少 那俄羅斯要嗆聲說 我不賣給你們 不想 你們不想買 那我也不賣了 那就會加劇原物料的向上漲 所以我覺得原物料相關的ETF 都值得大家去注意 那如果說呢 你想做波動比較大的 可以買那種兩倍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00715 現在又漲了半根漲停板 5.79% 今天漲了5.79%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我還是在講 行情不管怎樣都是有標的 可以去做操作的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那兩倍的ETF 有點比較麻煩的地方 他要有三個條件 就是你要第一個 你要有融資融券戶 第二個你要交易滿10筆的期貨 第三個 你要交易滿10筆的權證 那我三個條件折一成立就可以 那我個人認為 最簡單的成立方式 就是去開融資融券 你可以開了不要去 用融資也不要用融券 他就是去開了以後 純粹去做這種槓桿型 或反向型的ETF也可以 那只是一個資格 開了倍額不用 溫以後有狀況 你也可以用 那記得風險預告書要簽一下 那另外呢 如果說你不想做波動那麼大的 其實台灣盤面上也有一檔就是 元大元石油叫做00642U 就是我們第10張投影片 你看他也是一樣 就是跟著原油漲他就漲 那他只是沒有槓桿的效果 他沒有兩倍 沒有兩倍的話 波動來講就比較不會這麼大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00642的話 也是漲什麼 漲2.6%嗎 因為他沒有兩倍 剛兩倍是漲5% 沒有兩倍的就漲2% 2.5% 那以現在的行情來講 我覺得有這樣的漲勢也是 相當不錯的 那在原油 原物料持續向上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原油 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另外還有就是什麼 我剛剛不是有跟大家講說 美元指數嘛對不對 美元指數的話 因為 現在美國要升息了 美國要升息的話 你會發現資金就有可能會往美國 那邊去走 往美元那邊去走 資金往美元那邊去走的話 就會帶動美元指數持續的向上 那所以你會發現 這檔就是00683L 是美元指數的兩倍 他也是持續的再創新高哦 你看一下台股是一路往下 這檔ETF還是持續的往上 那盤面上還有很多 就是就是原物料相關的ETF 還有就是比如說 我在舉例一檔就是打贊 打贊的時候 大家最先想到是要帶什麼 要帶黃金 雖然說我覺得真的打贊 真的打贊要帶黃金 這個可能性真的有點太 太低了 對 又重 哈哈哈 對啊太重了 糧食衣服差不多吧 對 可是大家都會想說 打贊是不是要帶黃金 你打贊黃金就會漲嗎 過去來講經驗都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006 你如果不想要有槓桿的話 有一檔叫做00635U 00635U的話 他是那個 元大的黃金ETF 那他也一樣哦 你會看到他持續的向上 今天漲了 也是2.5% 也不錯 那如果你嫌波動不夠大 還有一檔就是00708L 00708L的話 你會發現他就是黃金的兩倍 那今天也是一樣漲5% 了解意思嗎 對啊 所以你看一下 這種就是完全不受到 大盤影響的指數 你看大盤現在還在 就是攻就是1萬7 1萬7不知道能不能攻破 也不知道 那可是你看一下這一些股票 這些ETF是不是就能持續的向上漲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排斥 尤其在行情是這樣的 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 不管是什麼時候 就是你要想盡辦法 讓自己就是賺錢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你不要太去排斥各種不同的標的 我們認為比較可以注意的 就是2027的大成鋼 因為他畢竟來講的話 他在美國裡面有 主要的通路 因為美國他要做基建啊 他們現在這個 要撒了很多錢 然後現在要刺激他們的景氣 只好做基礎建設 那基礎建設就一定要用到鋼 那因為鋼的部分 你如果要不生鏽 他就要加鑾 所以他就是會受賄到鑾價的上漲 包含我們看到的不鏽鋼 鋁捲板 都在持續的報價上漲當中 那麼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其實大成鋼他在去年獲利 是4.8元 今年的部分 現在目前估到可以賺到5塊錢以上 本益比只有10倍而已 那我們看到其實大成鋼昨天 其實曾經一度的最低來到49.2元 最後收在50.1元 因為我們從現行看到前一波的下跌 去年的下跌 因為去年鋼是在中國的 這個 禁費令的狀況之下 所以整個下滑 那在他下跌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的外資 投信都持續的在調節 可是他的子公司大國鋼 反而是反手在買進的 他們陸陸續續 有買進了10萬張的大成鋼 然後 也表示說 在50塊錢之下 如果他們有在漸到50塊錢之下的價位 他們要再繼續加碼 所以這一檔股票是在於 營收 或在於籌碼方面 我們認為都是比較穩定的一檔標的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雖然他比較牛皮 但是這種股票來講的話 相對上 我們認為是比較安全的 那麼另外一檔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跳痛的 是4739的康埔 康埔跟 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還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康埔他生產的硫酸鎂 現在鎂報價占上漲 所以他的硫酸鎂 他的報價引會跟著上漲 好 那可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鎂上漲 他的成本來源不是也會變貴嗎 可是這一部分 因為他其實有跟上游的礦場 其實在之前就已經簽訂合約了 鎂這個 這個東西 他其實在俄烏戰爭之前 就已經開始漲不少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電動車的 電池需求量非常的大 再加上現在要除能 因為這個再生能源的議題 又給大家 又讓大家變得非常的重視 那要除能的話 也要大量的這個電池 所以讓滅的需求 持續的再往上做攀升 那麼康埔的部分 他跟這個 滅上游的 換廠簽訂的合約之後 而且他也要 啟動了比較大規模的擴產 所以等於就是說 他掌握了上游的原料 然後今年又進行擴產 報價又上漲 所以他擁有這樣子一個優勢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康埔在昨天 指數大跌的時候 他的股價相對上來講 是還蠻穩的 甚至還能夠收紅 算是表現比較特殊的 比較平穩的 那他今年的EPS 也是預估能夠持續的成長 現在目前 本益比23倍 我們認為 如果康埔能夠繼續的股價 往下壓 大概如果可以壓到 我們看一下 半年線 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其實我認為他是一個算不錯的標的 如果你對他有興趣 你可以看他股價 能不能夠壓到半年線 然後指穩 如果壓到半年線 他指穩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是一個訊號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投信 最近對於康埔持續的 一直在進行買進的動作 所以這檔股票 也是大家可以來去做留意的 我想在經歷過了 俄物戰爭之後 應該這個電動車的 推進會更快 因為大家意識到 就是可能我盡量不要用 這個石油的部分 那我們找了幾檔 兩檔關於電動車部分 我認為比較有機會 那但是一檔是比較傳統型的 一檔是比較 在你下意識 你覺得說 他跟電動車比較沒有關聯的 那就是6202的盛群 盛群做的是MCU MCU就是微控制器 在很多的一些 比較不是那麼高端的電子產品當中 他都會有MCU 像那個遙控器 好像那些等等的 那那個 MCU的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盛群 主要是做驅動的跟色頻的MCU 那 他的重點在哪裡呢 我覺得在車用的部分 因為現在汽車電動化 自動化越來越多 像自動雨刷 自動感應車窗 煞車系統 或者是說 一些安全的設備 他都要MCU來去做控制 所以一般以往我們正常的汽車來講的話 他裡面所需要的MCU大概就是20幾顆 可是現在在 汽車 這個電動化的狀況之下 他要搭載更多的半導體 那他就需要MCU來去控制 這些半導體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一台電動車平均可以來到100顆的MCU 以上 那如果你以後更高階的話 他的這個使用量就會更高 那盛群的部分 其實他也是算是有點切入 因為以前他是做一些社評來驅動 可是現在他 其實在兩年前 他打入了南韓的現代汽車 所以很有機會可以趁勢切入 汽車市場的這一塊 我們來看一下安吉的一個股價的話 安吉的股價的話 我們看到6477的安吉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你去選擇買低檔的股票 你會發現 買了以後還是越來越低 所以與其買那種低檔股票 我還是覺得你要去買 右上角相對抗跌的股票 所以你會發現6477 昨天在大盤在這麼 這麼不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還是相對來講是跌幅有限 相對是有支撐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話 6477搭配剛才 台積電好像有點在反攻 所以指數又在向上反彈 現在又正式突破1萬7000點 搭配大盤向上 你看他就跟著向上了 走勢是不是就是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強勢 所以我覺得你要做股票的話 就要做相對強勢的股票 那安吉的話 他基本面好 在太陽能領域裡就基本面好 那技術面呢又相對抗跌 所以我覺得安吉這檔股票 比起就是其他檔 比如說像聯合再生啊 或者是元金啊 我覺得更值得大家去觀察 但是以過去來講 我觀察就是安吉的經驗來看的話 他也不會是那種大漲之後 立刻狂漲暴漲的型的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如果有震盪 有點小跌 有點收紅不跌的時候 再進場去買進 比如說今天漲了以後 明天後天都還能維持這個區間之中 你就在這個區間的中間 偏下面一點點進場去買進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另外跳電 也有一個上禮拜有跟大家講 跳電有跳出一個 就是不斷電系統 相關的需求啊 不斷電相關系統的需求的話 我會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個 大同 大同的話其實 因為他其實本業來講 他是有做電子相關的產品 他本業是做電子相關的產品 那其實 他有一塊是佈局很久的 就是那個不斷電系統 那不斷電系統已經耕耘很久了 所以呢不斷電系統 其實大同是有相關的一些 就是子公司在專門去做這一些 業務的 再加上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剛跟大家分析了很久 就是現在就是要走通膨 原物要上漲 那我們知道抗通膨來講 房子都是最抗通膨的 所以我覺得 大同來講 他手上有很多的土地房子 那現在新的經營團隊呢 又就是要往那個 就是開發土地這一塊 持續去做發展 所以我覺得未來如果說通膨發生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大同他因為專供土地資產 所以我覺得也有一種抗通膨的效果 而且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大盤持續的往下跌 大同其實也是在一個區間裡頭做震盪而已 所以我覺得走勢是相對的一個比較強勢 因為他已經從低檔反轉向上 他不是一直往下走的股票 他已經開始有要反轉的一個趨勢 所以你看一下 他從最低點是從他28.2 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之後呢 不管大盤怎麼跌 他也是在31.8附近 上下做個震盪 那我覺得大盤如果能 反攻向上 甚至只要出現一個小小的反彈 大同就很有機會向上 突破所有的均線 所以我覺得大同的部分呢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做關注的